早前的主日訊息,日華穆斯曾解釋過 為何使用無線藍牙4.1作傳輸音樂訊號的無影劍 音色會比第一代石安喬有線耳機更好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無線藍牙4.1的訊號傳輸 比有線傳輸的頻寬更大 因為傳輸上免去令音色劣化傷害原音的耳機雜頭 比起世上任何有線耳機當然更接近原音的音色 這是坊間不為人所知的秘密 也是音響廠商不想人知道的真相 但為何有線耳機的插頭 會令iPhone或iPod等播放器輸出的音色 造成如此巨大的損失呢? 為何以第一代石安喬有線耳機對比模影劍 人們一聽一對比 就能夠知道使用藍牙傳輸的模影劍音色更好呢? 因為一般音樂播放器使用的耳機雜頭 都採用三條導線傳輸音樂訊號 即所謂不平衡輸出的方式 何謂不平衡輸出呢? 就是左、右兩個聲道共用同一條接地線 因而出現左右聲不平衡現象 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在左右聲道的接線中間 各放入一火電容 如此就可以解決左右聲不平衡的問題 試過一個例子 當一條Y形水管 有一個入水處、兩個出水處 三端的大小粗幼都一樣 當水注入入口時 因為是一出二 並且三條管道的大小都一樣 到了分岔位時 因為由一個管道變成兩個管道 就無法完全保證兩邊的水量是平均分佈 有時會左邊較大 有時則右邊較大 水量不會左右兩邊都永遠保持平衡 這個就是不平衡輸出的問題 但只要在分岔位的兩條水管中 加入一個儲水的水塘 當兩個水塘都滿了 水才會流出 如此 即使由一條水管入分為兩條水管出 左右水管的出水量 並能夠永遠保持平衡 因為中間加入了水塘成為緩衝 就不會有左右不平衡水量的問題了 正如使用不平衡輸出的耳機插頭 原理都是一樣 是利用電容成為電流的水塘 就能夠平衡左右聲道 因共用同一條接地線 而產生的電流信號不平衡問題 但加入電容 不單止音色因為多了一層零件阻隔 而無可避免出現劣化之外 因電容作用 成為一個臨時的儲電倉庫 任何大音量或超低音經過時 都會因為電量過大 電容內無處容身 而將過大的部分自動刪除 有線耳機使用的平衡輸出閘口 同樣無可避免地 因電容的存在 而導致原音損失、音色劣化 但無線藍牙的傳輸原理 並不是使用三條導線的不平衡輸出 而是使用四條導線的平衡輸出 Balanced output 即左右兩條聲道 都各有自己獨立使用的接地線 避免了三條導線的不平衡輸出 而產生左右聲道不平衡問題 因為平衡輸出 根本不需要使用電容來平衡左右聲道 所以無線藍牙使用的四條導線輸出 就能免去電容引致的音色劣化問題 日華牧斯也指出 這就是市面上售賣的耳礦 能夠欺騙消費者的原因 使用耳礦明顯多了雜音 但音色聽起來似乎更好 就是因為使用了平衡輸出 減少了不平衡輸出衍生的問題 不過單單使用iPhone 配搶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 音色已經必定給iPhone 加上耳礦及有線耳機好得多 因為使用iPhone的藍牙輸出 藍牙晶片是以四線平衡輸出 亦不需要經過任何插頭和導線的訊號選號 直接以無線方式傳輸到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 經解碼後 將聲音以四線平衡傳輸到耳機 所以不單止全程 以四線平衡輸出 勉強加入電容 引致音色劣化的問題 亦不需要加入耳礦 避免左插頭和有線耳機 引致的多重聲音損耗問題 因此 雖然使用耳礦可以加大音量 及作出平衡輸出 令用家感覺聲音更突出 更好聲 但其實這個只是耳礦廠商的染眼法 只要在播放器內的解碼器 直接以四線平衡輸出連接到耳機插頭 聲音已經比經過耳礦更好 因為耳礦的秘密 正正就是使用了四線平衡輸出 更比耳礦少了接線和插頭等劣化程序 但是耳礦廠商卻可以欺騙 對基本電子工程常識 一跳不通的消費者 以數千元高價購入耳礦 相比之下 一火藍牙4.1晶片 最貴也只是約人民幣10元 就已經可以輸出 遠比耳礦更加的音色 更惶率現時已經推出的藍牙5.0 相信經歷過輪劍和屠龍的肢體 都會發現所謂介紹專業音響的寫作家 發燒友 甚至歌聲 作曲家 和天曲人員 他們使用的字眼 只是耳機推銷員所教導 然後就依樣糊爐 用來向不懂得音響的人員要一番 其實這些音響作家和發燒友只是用家 對耳機工程和音響工程也是一跳不通 對比油華牧師更如同小學生 對比大學教授